1 2 3 我們今天要推薦大家 網路上推薦 最好吃的素食泡麵 如果你是健康主義者 沒問題 我們最後還要介紹一款健康的泡麵要給你們 泡麵是大家家中必備的良品之一 也是亞洲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食物 泡麵有素食的喔 今天只要開箱試試給你們看 馬上來 第一款我們要介紹的是 隨緣的肉骨茶湯泡麵 然後這款泡麵呢 是我個人推薦 而且網路上大家也很推 馬上拆開 裡面有調味粉包 油包 小時候我記得 就是不能吃科學麵啦 因為科學麵有豬油 我們就會直接 隨便幫我壓脆的 我直接沾一點點粉包 讓科學麵這樣吃 超讚的 不要浪費 先稍微 先開上去 封印起來 靜候3分鐘 3分鐘到了 這其實我味道記得很清楚 因為上次 我去司馬庫斯 晚上就是吃這個 其實泡麵最重要的就是它湯頭啦 跟那個麵的Q度 現在吃起來就回想到以前 小時候常常吃泡麵的那個 美好回憶 肉骨茶的泡麵 可以代表我們中華文化的食物的味道之一 因為國外的人會覺得味道很神奇 有一種中藥的 像藥味 這個泡麵就是我還沒吃素之前 也有吃很多蚊子的蚊子 但是我所有泡麵前三個 就其實以前在宿舍 如果大家都有在泡泡麵的話 你突然泡這個 旁邊的人吃了蚊子的人就 欸 你這味道很香 反正他就跟 欸 我喝一口飯 或許你就可以叫你的室友 不然下次我們一起買這些素食的泡麵 搞不好還要吃素了喔 好 我們就馬上進入下一款泡麵 第二款泡麵 隨緣的 素魷魚跟泡麵 這款泡麵非常特別 在所有泡麵中 它是唯一有 跟湯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有一點勾芡 我當兵期間 在監守裡面 所有吃荷的同學 一致票選 素食第一名 最好吃的泡麵 而且 賣的不會比 荷食的泡麵還要差喔 跟荷食的泡麵有得比 那我加烏醋 它又有點勾芡 所以你吃起來 真的非常棒 非常特別的口感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那個... 烏醋的 完全就是這個 有沒有聞到 喔 好香喔 來 加沸水 加沸水 沸騰的水 沸騰的水 好 人家沒有講天水 覺得加沸 加水很不健康 那個水不要加太多 因為你加太多 它那個勾芡的感覺 會被稀釋掉 靜候三分鐘 好 時間到了 三分鐘到了 我們來打開 外表看起來差不多 這個湯感覺比較拔一點 外表看是小孩吃的 這是肉排啦 它聞起來完全不像泡麵 一般的泡麵 酸酸的 會讓你有流口水 分泌 透益 想要一直趕快吃的感覺 好 這是我第一次吃這款泡麵 它口感有沒有 不一樣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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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不一樣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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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不一樣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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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的味道 這也是好吃喔 它是一種特別的酸味 刺激你的食慾 沒有胃口的時候吃 胃口就打開了 覺得滿適合當兵吃 因為 通常當兵心情都很愉快 吃這個酸酸的 酸酸的會感覺心情比較好一點 對 對 對 在悶熱的夏天也非常適合來一包 這樣吃泡麵好爽 我們再拿一個蓋子 可以蓋這個 我忘記買維迪雜醬麵 我們再... 哈哈哈哈 我們把它去買一隻 接下來 我們要介紹一個 非常非常經典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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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料 我有台灣人 學生 全民的美食 共同的回憶 微粒炸醬麵 他陪伴你熬過多少的宵夜 已經分不清是淚水 還是汗水 那個特別的口感與回憶 是台灣人心中無法取代的泡麵 如果你是在國外遊學的台灣人 想必都會非常懷念這個 微粒炸醬麵的家鄉味 今天唯一一款乾的泡麵 麵感覺比較... 顏色也比較白 也比較稍微寬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它有兩包啦 一包是糖包 是拿來泡湯盒的 一包是醬包 要先把麵泡軟 特別寫素食 有沒有看到 它是綠色的 它又有一個大大的全素 沒有寫這就是葷食 很好辨識 計時三分鐘 好的 我們現在要把湯倒出來 我們要另外加湯包 其實它那個湯其實就是一個清湯而已 所以以前我在吃的時候 我都不會管那個湯 整個瀰漫整個房間 原本在玩電腦不想吃泡麵的事 看到你在泡這個 哇 我也要來一包 超懷念的 深刻的烙印在我們腦海泡麵 哇 好爽喔 就是這個味 又是這個豆瓣醬 它的麵好Q喔 我一直在那邊那個就是 那個麵不要泡太久 怕它會久了 它會沒有Q就會爛爛 兩分半或兩分鐘其實就夠了 沒有什麼好挑剔 就是完美 而且我以前很喜歡吃乾麵 因為乾麵就不會那麼燙 可以吃很快 可是有時候我以前還會直接泡兩包 因為一包 它分量其實沒有很多 這個湯普通 就感覺很像加鹽巴 就是加鹽巴 然後一點乾燥的蔬菜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兩款泡麵 都是非油炸的泡麵 如果比較注重健康的 可以參考這兩款 第一款是我們來自實際的 淨香書宣的香雞麵 然後這個香雞麵 它還有另外搭配 搭配另外一個香雞飯 它有飯跟麵 然後它們都有各四種口味 這個香雞飯有一個特別的故事 就是記得之前去展昭 還有送一些食材到當地的綠民那邊 然後他們發現其實很多 年紀比較長的長輩啊 他們煮飯他們都沒有練習 所以他們就發明這種 加鹽全是可以泡的飯 特別的 如果想要看這個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特別再排一個這個 因為它其實也滿多口味的 我們今天主要還是測試我們的香雞麵 日式味噌 大家給你看一下麵體很特別 它的整個麵呢 你摸起來感覺就是不一樣 還偏狂一點 然後它要泡的時間比較長 4到5分鐘 它味噌的調味包就一個 它就沒有油包 這個超大包的耶 採用進口特選小麥 然後它有特別強調是非油炸 無添加澎沙 今天到了 我們打開看一下 喔 欸 有拉麵的感覺耶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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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這個芹菜多餒 等一下 麵要再泡一下一下 夠了 還是偏硬嗎 你可以耶 喔 比較好了 可能是非油炸的關係 可是你咬起來有點... 嚼勁 對 它有點彈性 我覺得 我滿喜歡它的湯 我覺得它的湯 如果加一般油炸泡麵會很好吃 它的湯就很有日式的湯味 就是這個味噌 我覺得這個麵體 不是很多人會喜歡的麵 它的口感比較特殊一點點 不確定 後來不夠爛 如果你們有吃過 在底下留言看怎麼煮會比較好吃 我們的下一道是我們第二款 非油炸麵 也是我們的最後一款 最健康的 好 這款麵呢 是從李仁的店買來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 它需要用火煮 它需要煮兩到三分鐘 所以我們要準備我們的卡士爐 這邊喔 你想要什麼就... 拍一下就出來了 呵呵呵 我們去李仁的店買 其實李仁它是一個賣有機商品的店 然後我們剛剛去看了 除了這款泡麵以外 還有很多不同款的泡麵 但網路上最推薦的口味就是這個 它講的細麵 其實我看它外面的感覺沒有到很細 可是當它那種麵線那種細麵 嗚喔 麵全部裝在一起 然後醬包全部裝在一起 然後總共有兩大碗 通常買泡麵 我們看到後面成分都會非常複雜 欸 這一款就很簡單 等一下看一下 沒有非常多的那種添加物 對啊 這個要看得懂是什麼東西 非氫化油脂 無添加味素 芳�芙劑 人工消料化學黃神柴味質 哦 應該是... 結束不良 Fire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麵體跟蔬菜包加進去 好期待喔 麻油是吧 雖然這也是非油炸的麵嘛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非油炸的麵 但跟剛剛那款的感覺就很不一樣 有沒有 我們第一次在這個 拍攝的房間裡面 開火 這是一個麻油的顏色 粉麻... 裡面還有料 有料! 有料! 好燙好燙! 上面有好燙! 好燙啊! 喔 好香喔 那個絕對是薑的味道 薑 是薑! 他在裡面加了薑! 我們麵煮好了 欸... 喔...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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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它折一折 喔 燙燙燙燙! 好燙喔 太燙了 太燙了 聞這個味道 覺得超適合冬天吃的 對啊 冬天進補 它是很像麵線的那種麵條耶 那個麵粉的味道 其實它很綿密的感覺 很像一個細麵 只是它把它做成粗的 對對對 加粗 還有枸杞啊 就是... 麻油一定要配這些枸杞啊 湯頭就是... 強調麻油的味道 夏天吃的可能會吃不太像 冬天還是會比較... 可能會上 夏天吃的你會一直... 流鼻血吧 小沛那個青草茶一起吃 它味道沒有那麼重 它是比較清淡的泡麵 但是它麵體就很特別 主要是麵的表現非常出色 今天泡麵試吃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有吃過我們今天推薦的泡麵 可以在下面留下你的感想 或是你有更厲害的泡麵可以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跟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我是拜託 我是小樹 然後記得畫面還是不要吃太多 掰掰